服务实体经济 资本市场要先走好这三步 日常生活中 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 买完东西的你 掏出手机付款 打开第三方支付应用后 二维码一扫 丢的一声 交易完成 这样的支付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可以说 我们的金融服务从最初的融资功能并购服务 到后来的支付清算 信用卡的发展 到现在第三方支付的出现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政权研究所所长吴小秋就说道 所有脱离实体经济的 包括金融创新也好 金融发展也好 金融的成长也好 都是泡王化的 所以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最核心的使命 所以说 要想资本市场发展好 助推实体经济少不了 不过 除此之外 发展资本市场 在未来我们还要从其他方面来行动 首先 从里面到政策的全面改革 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 是要为投资者负责 同时还得加快相应的立法 将未来具有成长性的企业加快上市 同时还得加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展开监管 让那些只想上市圈钱的企业彻底没戏才行 为啥呢 因为资本市场发展后 投资者的资产增值了 上市公司的融资规模也会跟着扩大 人们的财富增长了 消费才会扩展 经济才有发展的动力 所以你看 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 其次 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成为国际监管中心 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 我们必须要推动开放 用专家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中国人不怕开放 中国人不怕竞争 不过 金融的开放要比实体经济的开放复杂得多 所以 我们也必须要做好基础工作 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打下良好的根基 最后 要把握好监管的力度和节奏 虽说我们央行降转又降息的 流动性宽裕了 整个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提高金融的效率 通过一些金融创新的方式 服务实体经济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就跟水库是一个道理 水库的水倒是很满 流不出去也是问题啊 所以 要找到合理的渠道灌溉农田 才能把这些水输送到需要的地方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繁荣 培育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正在赶来的路上 央视财经 威奖堂 带你瞄动中国经济 那个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